美味的披薩不稀奇 不过用水饺做成的披薩 可是新鲜了 这是台南县关妙乡有一个餐厅 那么招牌菜就叫做黄金煎饺 就是把这个水饺煮熟了之后呢 加入蛋汁 然后煎成了薄片 乍看之下呢 就像是煎饺披薩一样 口味很独特 也非常受到欢迎 卖了有30年了 每天营业额超过2万块钱 来 让个追掉来啊 盘子上这一大片像葱油饼 又像披薩 怎么看都不像水饺 不过一口咬下还真的是水饺呢 看起来香酥又多汁 主要是它有跟蛋一起下去 煎身比较香 而且口感也比较好 比较有养筋 蛮香的 还有加蛋 对啊 很像用煎的那种感觉 就蛮好吃的 这道黄金煎饺就特别在它的蛋皮 难怪会误认为披薩 不只造型特殊 这黄金煎饺从头到尾都是手工制作 白酒菜是52 因为是皇帝在吃的菜 而且它很贵 因为就是这样子 就是黄金菜 包括我们煎起来的造型 很像是黄金 就是黄金水饺这样子 内线酒黄称新鲜搅碎 加入猪脚肉拌匀 包出一颗颗饱满的水饺 接着就下锅了哦 先用铁锅煮熟水饺 煮熟之后倒出汤汁 中头戏来了 倒进蛋汁煎成薄片 等煎饺跟戴质融为一体 黄金煎饺就完成了 老板十几年前 从一位冗民伯伯身上 学来这道菜 果然变成店里的招牌 一盖水饺卖4.5元 每天赚进2万多元 这道台湾披薩跟西洋披薩比起来 口感丝毫不逊色呢 昨天这位在关张台南报道